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陆统领多带些天官禁 不管付出多大代价 也会设法拖住一位太出境强者 即便如此 也还有一道城门的缺口 父王 剩下的那个太出境强者 我来想办法对付 你 父王 相信我 我自有办法 你要如何对付太出境强者 以你现在的神魂竞技 如果强行启动盈利 你撑不了多久 瑶瑶姐难道你忘了 我还有一张底牌吗 我还是不赞成 那东西若是使用不慎 你的神魂会遭受重创 若是大洲覆灭了 神魂又没有被重创 又有什么区别呢 你这圣龙之路 如临渊而行 稍有不慎 便是万劫不复 或许 这就是考验吧 考验我究竟是不是那真正的圣王 皇上 皇上 父王 云儿 这一战 我们仅仍是听天命 若是事不可为 你就带着夭夭离开 只要你还在 大洲就还在 父王放心 大洲城 破不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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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这边 快 这小女娃 眼含淋漓 这个方向 莫不是要去战场 只是这等实力 岂不是与宋子无异啊 周勤 半天时间到了 你可是准备开门投降了 想吃下大洲 尽管来 我倒要看看 你们这些腻子的牙口有多好 周勤 给你活路你不走 那就不要怪我不念旧情了 今天 我就要整个大洲皇室 为我儿子陪葬 主军听命 各自率军进攻 是 启元果然要对我们的城门分而破址 麻烦可为了 是 妖妖姐 小心点 想要破大洲城 就看你们准备拿多少命来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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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城王外透 今日若我赢了 史书上只会说 我祈渊顺应天命 开出无能之王 谁会再火着江山 是怎么得来的 起来吧 谢殿下 累了 睡会儿吧 殿下身边有这头元寿和妖妖 再加上黑毒王 等于有了三个太处境强者 这实力足以横扫整个大洲王朝 包括大将军府 此次夺得火灵碎 大将军功不可没 不过齐王府不会善罢甘休的 日后若跟齐王府开战 还望大将军能鼎力相助 殿下放心 我大将军府定当全力铲除叛逆 多谢大将军了 诸位 我们离开吧 宝贝都收光了 这战魁宗铺有些实力 他们的遗迹 怕是没你想得这么简单 没想到这里头竟然另用乾坤 幸亏摇摇解神魂感知厉害 好复杂的原文结界 看着能量波动 连我都不敢硬寒 这道结界极为特殊 必须用特定的原文才能开启 好 若是强行开启 他便会自爆 好 这方圆百里 怕是难有生灵存 看来 我们是与这门后的宝贝无缘了 那倒不一定 好 瑶瑶姐 难道你连这种原文结界都能破解 这原文结界 怕是至少要五品原文造诣 才有可能尝试破解 我现在倒是做不到 不过 若有了那道特定原文 不就能打开它了吗 瑶瑶姐知道那道特定原文 那自然是 不知道 瑶瑶姐 你说话不要大喘气好不好 但我有一个猜测 这不是在囚魔城中 花两万元金买的冤枉货 当初我就觉得 它上面的原文特殊 现在对照着看 这玉牌上面的原文 应该就是开启这原文结界的钥匙 这么说 那两万元金花得太值了 先试试吧 你们推到外面 免得我失手波及到大家 这道原文年头已久 也不知会有什么变故 大将军 你们先到外面等候吧 我留下来陪瑶瑶姐 是 殿下 我去外面 也为你们护法 殿下 放心 我相信瑶瑶姐 你就不怕危险 我答应过师父 要保护瑶瑶姐的 怎能让你独留险地 我看你是怕我把宝贝都偷偷收走吧 殿下 我也留下 那其他人先离开吧 哦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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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了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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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 2 高妖姐 小心 高心 高妖姐 妖妖姐 成功了 刚才我以为我们要完了 去开门吧 这里好黑啊 前面没路了 怎么会有这么多战魁 看上去是个战魁仓库 不过这些战魁的核心 都处于休眠状态 而且没有被设置指令 不用担心 那他们就是无主之物了 这么多战魁 要是大周皇室能掌控他们 荡平齐王府 简直轻而易举 暂时就别想了 这需要不少精通云闻的人 给他们逐个种下之力 激活他们 得花费大量的时间 妖妖姐 殿下 小心里头有机关 嗯 对不起 我给你带来 我是一个问题的 词 我给你带来 我给你带来 你带来 我给你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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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战魁宗 曾经的辉煌吗 生无天教 云命之间 宣传为罪孽之地 当受圣罚 八万灵内生灵揭灭 难道黑渊 就是这样被毁灭的吗 好惨酷 竟然灭绝八万里内的生灵 只因为那圣族有天教允命于此 这也太霸道了 真不知那圣族究竟是什么 有如此力量 妖妖姐 妖妖姐 怎么了 没事 妖妖姐怎么怪怪的 看来那是块记录石 记录了当年黑渊被灭食的景象 看看其他盒子里有什么 妖妖 小心 妖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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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我没事 刚才那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你检查一下气府看看 我的气府中 多了一柄剑银 名叫杨明剑 能够收入气府之物 想必是一柄天元兵 天元兵 殿下 我将它弄出来 它肯定对你有帮助 幽灵 我 阳明剑好像在休眠 我召唤不动 天元兵都是有灵性的 会自我择主 这阳明剑 应该是具备阴阳属性 它才会选择你 你就算将它取出来 周元也无法将其收服 可是 瑶瑶姐说得没错 这是你的原法 没必要弄出来 来吧 最后一个盒子 你们退后一点 这是 一颗液体球 居然将原文 刻画在液体上 瑶瑶姐 你能看出这是什么东西吗 你往上面滴一滴血试试 居然变成战甲了 这东西有意思 它不是战甲 是个战魁 如果我没猜错 这个战魁 能与人融合 相辅相成 极大的增幅人的力量 与人融合 你碰它试试 殿下 殿下不会有事吧 应该没事 好神奇的战魁 我感觉 能像控制身体那样控制它 好强 这一拳 威力看得太出 殿下 殿下 瑶瑶姐 殿下这是怎么了 只是神魂枯竭罢了 休息一会儿 便能恢复 没事就好 我怎么了 谁让你乱用那种力量的 这战魁与你融合 就会以你的神魂为动力 凭你现在的神魂境界 也想催动媲美太出境力量的战魁 幸好你没有施展太强的元术 不然你的神魂 就被它炸干了 来 真险啊 能以为有了这战魁 我就拥有了抗衡太出境强者的本事 还是太天真了 瑶瑶姐 你神魂强大 这东西你正合适 这么有良心 你先前递的血 已经和它融合了 除了你 没人能用得了它 看来想要使用它 起码得将神魂境界 提升到实际 你就偷着乐吧 这战魁 不仅能增负你的功法 元术威力 以后还会随着你的元文 造诣的提高 而变得更强 战魁宗 还真有几分能耐 能被妖妖戒 如此评价 看来你果然厉害 以后就叫你隐隐了 好像没有别的宝贝了 我们回去吧 等回大舟 就让父王派人来收编这些战魁 什么 黑毒王脱靠那废殿下了 马上回去向王爷禀报此事 是 周元 你今日所作所为 齐王府将百倍承担 帮小鲜 做了 比赛 帮家 希望能 舍